OK 好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進行第五課的講解 很抱歉 因為之前比較忙一點 那現在呢 也已經連第六課都告一個段落 所以呢 我們立刻就來處理這個部分 OK 好那我們今天看的是第五課 A recipe for a delicious friendship soup Everyone wants to have friends But do you know that making friends can be a lot like making soup? 好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要請同學注意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 making friends 跟什麼 making soup 因為呢 它這邊的話等於是這個know後面的這個詞句 同學看到這個know這邊有that know that 好那後面呢 我們呢 有一個詞句 它這邊比較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兩個動名詞 第一個是 making friends 我們說呢 這個是動名詞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 所謂的 making soup 也是一個動名詞 所以呢 等於說 把這兩個動名詞呢 拿來做比較 這邊呢 its also a gerund OK 好 那他說呢 這兩件事情 Making friends can be a lot like 非常的像 好那這邊這個a lot 其實有這麼一點點口語啦 不過呢 我們現在其實 可以替換的是什麼 much 或者是very much 請你不要只有用very 只有用very的話是不對的 你可以用much 或者是very much like 都可以 ok 那用a lot的話呢 比較親民一點 ok that is to enjoy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you have to act like a good chef that is 好那前面呢 他不是講到 他不是用了一個比喻嗎 making friends can be a lot like making soup 這是一個比喻啊 好 那呢 再加以解釋 再用另外一個方式加以解釋 那你就說 that is 也就是說 to enjoy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to enjoy 這個to enjoy在這邊呢 這個to呢 是in order to的意思 好因為呢 同學我們如果從上下文來看 你可以看到他表達的是什麼 他表達的是一個目的 為了 為了 為了要能夠 enjoy a close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you have to act like a good chef 好 act like a good chef 這個act這邊不是什麼 他不是演戲的意思 他也不是行動 而是什麼意思呢 而是所謂的behave 也就是說呢 行為啊 做出那樣子的行為 所以呢 behave like 這樣子可以 act like 或者是behave like 好那在有的文法書 或者是用法的書裡面 他可能呢 會跟你講說呢 最好還是要用什麼 act as if 沒錯 如果呢 在特別是英式用法裡面 比較正式的 我們會說act as if 他呢 表現 他的行為表現的就好比像是 好 OK 不過呢 在美式的用法裡面呢 沒那麼 沒那麼講究啊 OK 用like的話呢 也是OK啊 OK 好這邊說 act like a good chef 好 you need a special recipe to tell you the things that you need next you have to prepare everything properly 好 要很適當的準備 and then cook it carefully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你看到 他其實呢 還是在使用這些詞句的時候 他還是有盡量把它跟什麼 把它跟友誼啊 交朋友這件事情 其實有拉上關係啊 因為我們呢 即使你跟朋友 再親密的話 你也要注意到這個所謂的 properly 還有carefully 對不對 好 你也不能夠說因為跟朋友呢 非常好 所以就可以隨隨便便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講到說 like a recipe OK 所以呢他就 舉出來的這首詩 其實這是一首詩 那他呢 用這首詩來告訴我們 所謂的友誼啊 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子 Friendship soup like tomato soup only better 好 那其實呢 這邊他感覺上 感覺上呢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主詞 對不對 其實主詞是什麼 主詞就是friendship 他說呢 friendship 或者是呢 friendship soup 就好像怎麼樣 tomato soup 欸 那這個對於外國人來講 可能是很習慣的口味吧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同學 喜不喜歡喝tomato soup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 OK like tomato soup only better 這個only better 也是在講什麼 也是在講這個friendship soup 反正呢 這邊幾乎都是在形容它的 like tomato soup 也是在形容它 only better 也是在形容它 more satisfying 還是在形容這個friendship soup 它說說呢 就像tomato soup一樣 不過呢 它怎麼樣 它呢更好 而且呢 more satisfying OK and 好 再來 再追加一個 這個friendship怎麼樣 good for your soul 所以呢 你看它這邊 有個句點 那我們說 這個句子好奇怪 那沒辦法 因為這個詩嘛 詩的話呢 它就可能有一些 比較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不按文法來這個寫的地方 所以這邊其實 到這個soul這邊的話呢 其實都是拿來形容friendship soup all you need is a can of love can 這邊什麼意思啊 管頭 沒錯 因為呢 這邊的話可能也是一個 所謂的烹調文化上的差異 同學大概 不是那麼常常看到 你媽媽在湯 或者是反正你家煮飯的人 在湯裡面 倒罐頭的東西進去 可是對於老外來講的話 尤其是西方人歐美人 這好像滿平常的 譬如說豆子啦 什麼之類的 OK 然後不過這邊不是 a can of beans 而是 a can of love opened with a smile 好這個opened 就是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這個 a can of love OK 因為它是一個 在這邊有個比喻啦 它像一個罐頭一樣 然後是以什麼把它打開咧 opened with a smile 用with的話表示什麼 表示工具 是用微笑把它打開 打開你滿滿的愛給你的朋友 poured 這個poured還是過去分詞 形容什麼 形容這個 a can of love 好 這個罐頭的話 是要用微笑來打開 然後呢 要被怎麼樣 poured into 被倒進去 poured into a bowl of good environment 好 這個湯碗呢 這一大碗的話 這一大波 這一大碗呢 是什麼 a bowl of good environment 環境很重要 and similar interests ok 這麼沒有問題吧 好 大家興趣要相同 所以有就是說 其實啊 要交到朋友呢 有時候呢 所謂的我們說 天時地利人和 好 所以呢 除了你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愛 你要有這樣的意願 這個所謂的 good environment 還有similar interests 也很重要 所以呢 它說你這個愛 你這個這個 對朋友的付出 倒進去呢 這個good environment 還有similar interests 讓它能夠好好的培養 好好的烹煮喔 mixed with 好 這個mixed with 當然還是 ok 還是呢 在講呢 這個怎麼樣 還是在講呢 這個soup 這樣子 ok 好這個soup的話呢 還要呢 被 被摻進去什麼 被用什麼東西混合 with with的話也是用的意思 然後被用什麼東西來混合咧 好 後面 a cup of compliments ok 好 你不是需要長長的去恭維你的朋友 但是 三不五 三不五 三不五十 也要呢 做一下 不要呢 總是呢 一直嗆你的朋友喔 有時候呢 也是要稱讚他一下 好 3 cups of talking 聊天 很重要 5 cups of time together 欸我們說呢 朋友就是要花時間啦 就是要呢 你要跟他在一起 玩啦 聊天啦 看電影啦 所以呢 5 cups of time together 好這個的話如果換到一般的食譜裡面 可能你會說 3 cups of flour 三杯麵粉 對不對 1 cup of sugar 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通通是有抽象的東西 好然後呢這個破折號 你說5 cups of time together 破折號後面說明一下 可能會有什麼 好比說house visits 去拜訪人家家 對不對 好 2 teaspoons of support teaspoon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叫做茶匙 茶匙的話呢 當然比較少一點 但是還是很重要 3 cups of trust 這個很重要 沒問題吧 a shoulder to cry on a basket of hugs a shoulder ok 就是你的朋友的肩膀 to cry on ok you cry on someone's shoulder 就是呢 趴的人家 肩膀上哭啊 ok cry on someone's shoulder a basket of hugs 這個沒有問題吧 ok 要很多 你看用basket來形容 用籃子來形容 而不是前面的什麼 一杯一杯啊 或者是一湯匙一湯匙啊 而是呢 要整籃的了 basket of hugs 3 tons of encouragement 你看越來越多 好 他說呢 這個東西很重要 encouragement ok 好 3 tons 一個ton是多少 1,000 kilograms ok 所以呢 3 tons means 3,000 kilograms 很多 3 tons of encouragement and Don't forget a bit of nuttiness 這個很重要 就好像呢 我們說這個 做菜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點什麼東西 要去提味啊 所以這個 a bit 一點點的東西呢 是用來提味 有時候呢 要稍微發個瘋 朋友在一起 有時候呢 作怪啦 然後 搞怪一下 發瘋一下 其實呢 很有趣的 ok the poem you read 好 那個詩結束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繼續往下看 他這邊要說明一下 the poem you read on the left page 在課本上面是on the left page was written by a 14 year old student 我會說哇好厲害 不過我相信呢 各位同學呢 用中文寫也是可以嘗試寫出這樣子 很不錯很有趣的詩 it is about friendship and it is called friendship soup the poem shows that if you want to be someone's good friend 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好這邊呢 一樣我們看到這個詞句 好我們在前面也看到那個詞句 好這邊這個 that if you want to be someone's good friend 好這個that這個詞句裡面呢 其實that裡頭有什麼 有一個if的詞句 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you have to make 這個的話呢 是另外一個詞句啊 ok 也就是說that裡面 它還是有個完整的一個 這樣子的結構 如果怎樣怎樣 那就怎樣怎樣 不會只有if而已 不會只有if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只有if這個部分 不完整 這樣同學可以了解嗎 ok 因為呢 當我們在講所謂的複雜句的時候 也就是說有這種什麼 什麼因為啦 雖然啦 如果 那呢我們這個句子的話呢 正常來講 你一定要有兩部分 因為你就要有後面的那個 所以 雖然你就要有後面的那個表達 但是那個部分 如果 如果 那你就要有後面 那就怎樣怎樣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i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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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的話呢 才算這邊有一個完整的句子 這個 這個的話呢 雖然 句子結構大家聽了覺得 喔好煩喔 但是呢 我們遇到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呢 這個對你抓這個 英文的這個 文章的意思 還是很有幫助的喔 好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是if 一直到怎麼樣 someone's good friend 如果你想要這樣的話 那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you have to work hard you have to work hard 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you have to work on it you have to try hard you cannot just sit back 我們說sit back的話 就是說 好像放輕鬆嘛 這樣子 ok 然後就呢 坐著在那邊什麼事都不做 坐著休息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oh now you can sit back and relax ok 好可以呢 坐著然後呢 就可以休息 and wait for it to happen wait for friendship 這邊的話 這個it指的是呢 有好朋友 得到好朋友 like a good chef you have to add some seasoning to make the soup a tasty dish ok 這沒有問題吧 好 add這個字在這邊 他沒有提到啦 沒有提到add 要加什麼介系詞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add加什麼介系詞 對 加to 好比說你說 在湯裡面加一點鹽 add some salt to the soup 咖啡裡面加點糖 add sugar to the coffee 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這部分的課文就到這裡囉 拜拜